如果让你打个比方 你希望你的女朋友像什么 像天上的鲜星 还挺浪漫的嘛 是最亮的那颗吗 不 是繁星 数都数不过来 请问大师 同样是肉肉 为什么长在胸部就让人喜欢 而长在肚子上就让人讨厌呢 这就是地狱骑士 请问大师 什么样的算是成功男人 三岁不尿裤子 五岁能自己吃饭 十八岁能自己开车 二十岁有女朋友 三十岁有钱 四十岁有钱 五十岁还有钱 六十岁还有女朋友 七十岁还能自己开车 八十岁还能自己吃饭 九十岁还不尿裤子 一百岁还没挂在家里的墙上 二百岁还在家里的墙上挂着 我这两年干啥啥赔钱 什么都不顺 请问大师 怎样才能让我快速翻身啊 去澡堂洗个澡吧 搓背的能让你翻身 我不图你别的 我图的是你的上进心 我只想拥有安全感和稳定的生活 你明白吗 明白 上进心是指将来会有钱 安全感是指现在有钱 稳定的生活是指一直有钱 听说你昨天又拒绝了三个美女 是的 为什么呀 他们推荐的名车 豪宅 保险和理财产品 我都买不起 大师 我又懒又问 又吵又穷 请问我该怎么办 把手指头放在嘴里 使劲咬一下 这有什么作用吗 你会发现 你不是在做梦 这一切都是真的 请问大师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养宠物 而不喜欢养孩子呀 宠物吃的少 也不会向你伸手要钱 如果他们怀孕了 你还可以卖掉他们的孩子 夏天容易使人脾气暴躁 听说你最近动不动就删你老婆 是的 你都是怎么删的呀 两块吧 哎呦你们 你是干哪呢 IT 啊 跟我一样 你也是做计算机的 我不做什么机 我老婆整天踢我 我是IT的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CEO 差不多 你是挨老公踢 我是挨老婆踢 咱俩都是水油 哎呦你们 大师 最近老有黑粉攻击我 我准备以其人之道 环制其人之身 你觉得我这样做对吗 错 为什么 紫月 她偷吃人家的屎 固然有错 但你把勺子藏起来 让她用手抓 就是你的不对了 那我该怎么办 让她吃个够 吃饱了她就安静了 哎呦你们 哈哈 哈哈 哈哈